一提到中国男子乒乓球,最厉害的人你会想到谁? 很多人都会想到有帝国猛龙之称的马楼和赞敖张继克。 日本媒体还一度称马楼是世界乒乓球最强的男人。 由此也可以说明两人的实力是多么强大,但如此强大的实力也不是天生的。 除了自己努力与执着,还需要一个好的引领者,而这个引领者就是他们的教练。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到他们两个的师傅,钟金勇。 主教练钟金勇已经执教马楼和张继克二十多年之久, 而如今的他已经改换门庭成为了韩国女拼的主教练。 而这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 想必他对马龙张继克的打法,优缺点已经非常熟悉,因为毕竟已经执教了二十年。 而如果和韩国对交手,对于中国来说肯定是没有好处的。 即使无法击败马龙和张继克,也可以给他们制造不小的麻烦。 人才都是需要培养的。 张继克与马龙也是被培养出来以后才如此优秀。 但是谁又敢保证韩国不会培养出下一个张继克和马龙呢? 看看如今的中国体坛,人才流失相当严重。 比方说日本名将的那些主教练,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。 卢浮缘爱,石川家传,平也眉宇。 而张本志和更不用说了,其父母曾是中国省队,国家队球员。 想想这些,确实会让人感到有些悲哀。 在今年的人民日报,曾发表过一篇文章,名字叫做《中国乒乓球不必养狼》。 而文章主要是说,中国乒乓球之所以不采取措施,制止人才的流失。 是因为中国乒乓球已经足够的强大,而人才外流以后会让国际赛场变得更加精彩和好看。 但是中国人都会知道,这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我们国家的乒乓球真是太有但无畏的牺牲精神了。 外国的足球篮球也可以学习这种但无畏精神,让他们的球员遍布世界各地。